我们在前几讲 已经分析了营销的聚焦 营销的定位 营销的规划 营销的沟通 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个 就是FPC里面的工具 就是营销控制 为什么我们在这讲讲营销控制呢 前面做的再好没有控制 那我相信结果还是会有问题的 所以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营销控制 其实从整个流程里面来说 就是什么 营销计划 营销预算 然后进行执行 然后有营销的业务和报告的系统 接下来我们会做第二步 就是比较实际和标准 做的任何东西 跟你的标准去做对应 第三步要分析偏差的原因 第四步采取改进的措施 最后达到反馈 那么把它细分一下 我们怎么样更好地做营销的控制呢 其实想起来也并不难 我们第一小节来分享营销平衡积分控制 再说各位 我们当想到怎么样把营销做得好 我们更多的时候视为了一个结果 那什么结果呢 就是要得到比较合适的利润 所以做营销控制的时候 最主要想到的就是财务 财务方面是营销控制最关注的一个话题 关心财务话题 你就要考虑两个 因为你要社交生存 你要发展嘛 所以你要考虑你的营收和利润 当你考虑你财务的营收和利润的时候 你要考虑是谁给你营收 是谁给你利润的 当然了 你要考虑第二个问题 就是客户保护 在做营销控制的时候 客户方面你要考虑两件事情 第一个 他们为什么愿意花钱买呢 而且为什么愿意持续地买呢 最主要的是 他得到了满意的产品 而且得到一个满意的服务 所以在这个客户的层面来讲 我们要关注的就是 一个是产品 一个就是满意 不但要注重物质方面的 还要注重精神层面的 那我们怎么样保障产品很有效 很好 又保障客户很满意呢 这就是我们从第三个层面 要去分享 这个就是我们的流程方面 因为我们的流程做得好 我们的流程优化得好 我们才能够保障 因此在这里面 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怎么样保障效率和效果的问题 所以营业控制 在我们流程这个角度来讲 要看看效率 有没有问题 要看看效果能不能达到 同样 谁能够保障效率效果 怎么样才能做到流程 更好呢 就是我们第四个层面 就是学习和成长的层面 这是指什么 就是优化和创新 这是从员工的角度来讲 我们必须要不断的优化 必须要不断的创新 我们才能保障 我们前面三个层面 有无效的达成 这些对应的 结合在一起 就是我们一直所知道的 叫平衡积分卡 也就是说 最重要达到的 而第二个层面 客户的层面 是你必须要保障 能够协作的 第三个层面 这个基础你不能丢 因为内部经营这个流程 你没有这个基础 你就是什么空中楼阁 而保障这些前面三个推进的 就是你的核心 你企业的员工 能否不断的成长起来 能否他们不断的学习 并且优化这些流程和系统 这也是你必须要考虑的 它的优点 就是将营销战略 营销过程和营销人员 联系在一起 提供一种综合的计划和控制系统 并且它是动态和静态 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说 它是以英国关系 作为纽带的一种 战略实施系统 我们来分享第二个小节 就是营销结果控制 我们前面说 营销平衡积分控制之后 我们还是做这种结果的 那为什么 每个员工做的结果总不一样呢 为什么做到了 但是没有进步和突破呢 还有 为什么有进步有突破 它就是不稳定呢 这时候我们要了解 营销结果控制 应该怎么去做 在这里面告诉大家 三个工具 第一个叫节点控制 第二个工具叫接触的控制 第三个叫营销导航控制 我们节点控制的前提 你首先要了解你的营销流程设计 也就是你要知道前期市场调研 然后通过用户群的定位 业务定位 价格定位 宣传方式定位 导致到第二个流程新式分析 再往下面才能够确定你的策划方案 策划方案再往下面一个流程 就是经营前的准备工统 然后才是执行实施 最后做一些总级分析 用户跟踪 这个流程你首先在脑海里面有个概念 然后你才好做一定的节点控制 什么叫节点控制 节点控制很简单 就是我们要保障每个阶段的结果要求 那么怎么保障呢 我们就要在每个阶段 要做到每个结果的关键指标的检查和保障 所以我们在节点控制设计这里面 我们能看到这幅图 讲到的就是 我们对接节点控制和检查保障中间 我们要有个标准化的流程 并且它要靠考核和检查 这一协作 营销人员一样 也只是做你检查的事情 你检查什么 他就会认真做什么 同样你的考核和讲诚 也是促进把好的一面做得更棒 发扬光大 把弱的一面好好地规避 这就是我们节点控制设计的一个要求 在很多企业都有这样的节点控制的一些方法和途径 日中韩大部分企业 他们都知道吗 有每个月的业绩报表 每个礼拜的周报表 包括总A级客户会总表 什么叫总A级客户呢 就是我这个月有机会成交的 并且肯定会买我的 这种客户你也要去汇报上去 还有每天的日报表 就是拜访的客户数量 我有没有做些研讨会 我有没有跟进竞争对手 这种也很重要 而欧美企业 你们都应该都知道 欧美企业其实是做我们Paperwork最多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做控制案 他们每半年有业绩回顾的报表 在系统里面做 还有每三个月有一定预估的报表 每个月的商机还要做反馈 并且一级指标达成的讨论 并且每个礼拜的订单 都要进行确认 好样什么 要做库存的发行 他们还要了解 每个大客户 叫Peakang需求反馈 并且经常要辅助一些沙龙 以及一些批准互动 问题很简单 都是为了控制 那我们怎么样关注结果呢 这个控制的过程中 就是我们要对关键性的节点进行定义 也就是你的质的要求 还有关键性的指标定义 也就是量的要求 很有意思的 有一次我去拜访一个客户 那个客户呢 他们是一个别克的CS店 跟他聊的过程中 他说我们也注重学习的 我说怎么注重的呢 他说你看 我们是这样注重的 我们是让他们都要学会去看一页书 然后让大家把书的知识运用起来 我说就是这样吗 是的 OK 我去跟他分析一下 我首先这个书是你们买的 还是他们自己买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他们自己买 你们保障他们肯定买了 第三个问题 他们买了 你能否保障他们肯定会看 第四个问题 他们看完之后 你能否保障 他们肯定会有一定的分享 第五个问题 他们在分享之后 他们是否真的会用到工作里面 去变成一种行为和习惯 他说 哎呀 这个就没办法保障了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说制定一个东西 并不一定真的跟结果对接的 营养控室也是一样 你制定一个东西怎么样保障呢 就是你关键性的极点 还有关键性的指标 一定要设定清楚 并且做对应的检查和考核 比如说针对销售业绩 节点控制 我们要从事业部总经理 业绩考核的角度 进行各个部门的节点控制定位 部门下面还会有事业部的经理 我们就会有系列产品 节点控制 他可能下面有好几个 不一样的产品线 那么就通过系列产品 一二三四 进行节点控制 再往下面呢 通过事业部的主管 进行区域性的节点控制 区域性的 再往下面呢 我们区域主管和义务人员 他们也要做对应的控制 比如说 我们区域主管 要针对于 你各个不一样的义务人员的 你的季度考核 节点控制 义务人员呢 义务人员就要对你的大客户 每一个大客户 第一个大客户 第二个大客户 第三个大客户 他们要进行一定的节点控制 再往下面 他还要对什么 他们有可能一些小的客户 有些经销商 也要做一定的周追踪 因此我们看到 我们要做的节点控制 其实不是凌驾的一个 虚拟的框架之上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哪怕一个义务人员 他也要做 真正自己做事情的 关键应指标的节点控制 营销人员 义务人员 你要知道 我要做什么事情 我是不是要分析竞争对手 我什么时候分析 分析成什么样 我要分析哪几个竞争对手 销售人员 他们要考虑 我今天要开发几个新客户 还有我几个老客户 我能缔结几个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我们 节点控制里面要去做的 因此 关键性节点 就是决定下一个结果的 前结果 这是基本的前提 而关键性指标 是决定结果的量化 关键性的指标之一 也就是它具备 结果的决定性的量化 这个是基本的平台 那我们分析完这一块 我们第二个来分析一下 终端接触点控制 其实我们只是通过 接触点控制 还不够的 第二个工具 终端接触点控制 怎么控制呢 有一些方法 首先呢 要确认客户的接触点 像酒店 他们会有很多个接触点 你刚进酒店 会接触谁呢 那些接触点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你也要把它记录下来 同时 你要确认接触点的优先顺利 看哪个接触点在前面 哪个接触点在后面 第三个 要判断得到回应的基础 因为接触点 有的时候没有回应 你要看哪一接触点 回应效果最棒 其实对我们营销很重要 你在沟通过程中 如果你发现 这个回应底很好 这个接触点 你就把它更好的 去发扬光大 当然了 第四个方面 你要计算 最近的成本是什么 因为你没有成本方面的控制 那个回应也不错 但是投入程中不好 这种控制也会麻烦 因为也影响到你财务的收入 第五个 叫决定可以增强对话的接触点 就是我投入程中比 更棒的 我们接触点 就像我们PPG一样 他当时觉得 我在杂志上面做广告 我投入一万块钱 我能得到一万五千块钱营收 结果他要跟别人 要什么 希望在2008年 要做七个亿的生意 七个亿人民币的生意 于是他拼命地投入广告 结果投入三万块钱 也只有两万块钱的收获 这种就是增强对话的接触点 选错了 结果每个月最多的时候 一个月花了三千万人民币 把钱就花光了 花光了之后 你怎么才能做更好的要求呢 所以他的整个营销的控制 就失控了 所以今天PPG发展 就非常受到很大的威胁 最后一个 这就是保持一致性 你在接触点里面 一定要保持一致性 在营销里面 控制的角度来讲 你如果没有一致性的话 他们就没有办法 去确认你到底是谁 你想做什么 因为我们都要提出一个 相同的一种概念给他 要有对应的 他能够保持一致性的 印象力 这是我们的营销导航控制 我们称为Senship 其实对于营销控制来说 首先你要方便一点时间 你要不要每年 花很多的时间 去调研市场 要不要了解竞争对手 要不要开研导会 你要不要去设计一些 新的促销方案 你要不要计划 做些新的产品 你要不要对老的产品 做些调研 你要不要对产品 做些改良和调整 这些东西都是 包括区域之间的调整 难以区域更好的 更多的投入 会得到更大的帮助和回报 这些东西 在营销导航的时候 你首先把时间要分配好 同时你还要对 对应的营销的指标 也就是做界定 比如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你都要什么 提上你的一些对比 我们的同比和环比的数据 2008年 你的实际指标 2008年是 业绩的实际达成的情况 2009年 你实际的指标 2009年 你的业绩预估 包括 你2009年业绩达成 这时候你会得出结论 就是我2009年的 预估和指标之间 有没有差距 如果有差距 就说明你对市场的 掌控能力 有问题 第二个 你还得出一个 你的业绩和指标 有没有差距 如果有差距 就说明 你要么 就能够凌驾于指标之上 你能够把市场做得很棒 你明年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 突展空间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发现 你没有做到指标 你发现你对整个市场 这方面的影响 还不够大 你要考虑 明年怎么样 会做得更好 所以对业绩方面的控制 我们通过 不一样的角度 同比环比 通过预估的比较 通过业绩跟指标 实际的比较 都能够提升 这样的效果 因此我们从一张图上面 我们看到这个绿颜色的指标的曲线 也看到红颜色的指标的曲线 当如果你把十年左右的所有的销售业绩 都放在这个表里面 你就会能知道 你大概这个行业 它的淡季旺季 它大概的趋势走向 你甚至都可以分析 怎么样 在什么时间内 做得更棒更好 在整个我们的营销控制里面 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工具叫导航 营销导航表 在导航表里面 你还要界定一件事情 就是我短期任务是什么 短期任务就带着短期的利益 在这里面你要写下来 我短期任务 短期要做这些任务 要达成的结果 你只写任务没有结果 也是没有用的 同样你还要写 我要达到这些结果 我要在什么时间段 做什么事情 怎么做 这个就是你短期的计划 在这个表里面都应该有 同时 我们很多的时候 也不能只顾眼前 还要注重什么 长远 因此在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还要注重长期的任务 我们要知道 做长期任务 做这块长期任务 我们所期望的结果是什么 也同样写下来 我做长期任务 我大概希望的计划是什么 要安排下来 你这样的话 就会保证个安全 有的企业 在营销控制过程 只中短期 只中一年 两年 但是没有注重长远的三年 五年八年 没有想过其他的愿景 没有想过其他的使命 没有想过其他的价值观 所以你的营销控制有些要失衡 要出问题的 如果你在做短期的时候 你长期也会注焦 这样的话 你也会有积累 你长期的那种伤金 你也能把握得住 同时 你能够考虑得到 以后企业能否持续的成长 当然了 还有件事情 一定要在报表里面写到的 就是一定要有的办法 需要的支持 做营销控制 你要知道 推进一个市场 你需要资源的 削减一个市场 你需要政策的 这个东西 需要的支持 你也必须要明确地列出来 在时间里面 你可以把一个月 甚至一个礼拜 全部把规划好 我们这张图表 你能看得到 绿颜色代表启动的时间 黄颜色代表你进行中的时间 红颜色是代表你必须要 中指的时间 用这种表去确认 你在什么时间段 做什么事情 而且你要分清楚 你做事情的轻重晚急 你的营销控制就会安全了 特别是如果你是营销总监 或者你是一个企业 负责人的话 你更要注重时间的调整 我们第三部分来分享 营销控制里面的教练技术 其实对营销控制来说 有一些技术一定要懂得 特别是 你是一个营销的主管 或者领导的话 你不能够 仅仅单单只靠你一个人拼 你要懂得 怎么带动团队一起去做 我们教给大家 一个ABC教练控制技术 第一个 A 叫Action Go 行动目标的对话框架 如果你做营销控制的时候 你的团队跟你一起做 你要问他 计划中的行动目标是什么 现在这个过程中 你一定要让你的伙伴们 自己说出来 并且一定要聚焦 关键价值链上的结果来看 为什么聚焦 关键价值链上的结果呢 因为关键价值链上的结果 会影响了你 接下来所有营销最终的回报 第三个 你还要什么 如果他能够看到了 他也做到了 你就什么 一定表示一定的祝贺 培养他的信心 如果没有达成的时候 你要跟他共同找原因 然后向上一个环节进行回溯 这是A 然后B Behavior Behavior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行为 我们做了什么 行动过程中实际是什么样子的 还有具体来说是什么什么 这一点很重要 我在培训中有一次 针对一个旅游公司的营销总监 跟他聊天 我说你现在在做了什么呢 他说我现在在去做市场了 然后做苏西长的所有的低阶 然后你行动过程怎么样呢 他说拜访客户啊 最关键的 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也就是说对营销回报 最重要的关键价值链在哪里 那些行动才有效果的 所以你要问他具体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协助我们的营销团队 你知道吗 你要站 不能够站在一万米的高空 你应该降到五千米 降到三千米 降到一百米 往下面 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 你的位置和你遇到的处境 当时很有意思的 我跟那个营销总监 我问他 我问今天指标多少 他说一百万 我说一百万是人民币还是美金 他说人民币 我说是你的利润呢 还是你的营收 他说利润 我说毛利润还是金利润 他说毛利润 很多的东西都不清楚 那我说你能不能做到一百二十万 他说我做不到 我说为什么 他说市场小 是什么原因你觉得做不到呢 他居然说是市场小 那我问他 你所指的市场是什么 后来他告诉苏西长地阶 旅游公司做的 我就问他 你所指的市场 除了他们以外 别的城市都有做吗 他说没有啊 我说是什么原因 你没有做别的城市呢 他说成本高 如果你今天耗进去 你说成本为什么高呢 就没有意思的 你要问他 你所指的成本是什么呢 他又会告诉你 你又说我想做新疆啊 新疆我坐飞机过去 那飞机票就会很贵 成本当然高了 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吗 我们找到一个问题点 接下来你问他一个问题 是不是做新疆了 你的地阶的这方面的生意 是必须要坐飞机过去才能谈 他想了半天 哎呀是啊 我也可以通过当地的一些旅行社 进行合作 我也可以通过网络或者电话 这时候你的成本还高吗 原来我们所有在营销过程中 我们看待市场都会是演绎过的 这个市场不好做 这种东西是演绎过的 不是事实 所以我们在营销控制过程中 对你的团队来讲 你要协助他们看到事实 这种控制才是有效的 否则你就被 不清不白地被拖进去 而解决那些并不是重要的一些事情 对你的营销控制没有价值 没有帮助的 因此一定要说 拒绝事实是什么 敖飞现象是什么 所以你要让当事人看到了做了什么 还没有做到什么 做过的过程中问题在哪里 哪些没有做到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结果 在这个结果里面 我们了解的就是什么 就是发生了什么 整个的结果现在发生了什么 并且你要问他 这件事情发生了 之前还发生了什么 你要看到整个事情的 动态的连贯性 因为营销一直变动的 整个市场的需求一直变动的 你们知道当时 奥尼定位了一个东西 定位什么 就是中国定位中国人 这个黑头发 他们说奥尼 我们更好的是让你头发更黑 后来市场真的做起来了 结果呢 宝洁发现这个市场空心 宝洁马上行动 花了两年的时间进行做调研 后来他们推出来一个叫论研的品牌 结果把他们论研的品牌推出来的时候 发现市场的需求都变化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人 也不太注重头发要黑 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头发的颜色 棕色的 也喜欢头发的颜色呢 是其他的一些颜色 甚至有的男生头发还敢蓝成白色的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整个市场的需求已经调整了 所以你要看整个市场的动态的过程 而不是进展的过程 然后你再问他第三个就是欠缺什么 并且 跟他分析当中的关键是什么 这是第四个你要问他 关键的部分会影响到你80%的结果 第五个部分就是跟他要探讨 这些事实距离目标有多远 因为你要看到离目标的一个长度 这种长度你要去确认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比较合适 最后一个部分 共同商量打算如何调整行动目标 我们为什么要做行动目标 目的就是什么 要把我们真正的运行目标 我们的表现目标 全部化解成行动目标 用行动目标每个节点的控制 关键性的指标的检查和考核 然后保障我们最后营销回报的达成 所以重上所书 营销控制 我们在整个回忆过程中 我们会知道 如果决定你一个企业是否能够活下去 最首要的你要考虑财务的问题 然后还继续要考虑 财务前提之下 怎么样让客户真正能够达到满足财务的要求 再往下面第三个层次 还要考虑我们有怎么样一个优化的流程 做到让客户对产品和服务的满意 同时我们怎么样能够推进这个流程 也就是提升我们自己 我们如何去学习和创新的问题 因此我们所有的目的都是很简单 都是为了最后营销最终的回报 而做出来每一个行为的到达 而这些过程才能够保障营销控制 在未来持续地运转下去 而在运转过程中 当你控制的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是越容易懂得如何去保障 比如说你运进一个企业 或者运进一个行业 很长的时间之后 你大概会知道这个营销过程中 它们存现的规律在哪里 你也更容易了解它的关键价值量在哪里 关键的问题是在于 你和你的团队在营销控制过程中 永远不能犯一个低级错 就是你知道了 但是你不愿意做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市场的变化一直大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做到 持续地了解市场吗 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个市场一直在变化 你并且能够做到一直了解市场的变化 是出于什么原因 会往哪个方向走的话 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营销的控制之道 很重要一点就是四个字 叫知行合一 不但你要懂得知道这些东西 更重要的你要用行动去落实 去实施 去执行 来保障营销最后成果的到达 因此在座各位 希望我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 研究营销整个流程 然后找到更好的工具 我也祝愿大家在优化工具的过程中 发现更好的 更容易突破的控制之道 好 本讲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